剛剛感覺好像槍管髒了 感覺那個不是很穩定耶 然後那個它有時候往上有時候往下 不是很穩定 擦一下看看 讓各位看一下有沒有乾淨 這是 拍的到嗎 這邊 這是全新的時候拿到的 所以大家有些油還是會滲進去 先把槍管擦乾淨 不然叫校正 它是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速 再來 它不像皮的話也是會影響 所以這邊 其實要擦一下 這邊反而很重要 所以它還是 你看一下還是 好 現在是髒 這稍微滾一下 也不可能滾太大 怕橡皮破掉 真的很髒 這個橡皮真的很髒 所以剛剛橡皮真的很髒耶 那應該校正的時候應該先 槍管先弄乾淨再校正 變速太多了 差不多了 再來吧 這次只有多買一個彈響 兩 兩 三 四 三 四 一 四 三 四 以前是VIOC做的 所以泰昂跟VIOC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GD22也是 是泰昂的產品 但是是VIOC做的 所以現在連四個哨子 M18都變了 以前八不是 太緊了 它現在有這麼緊嗎 呵呵呵 現在大小做到這麼密嗎 做到這麼精確嗎 好 大家好 現在天色越來越暗 所以就容我這樣子 隨便穿穿 就準備先來設計一下 主要是因為這把VIOC的F17 現在我看到包裝盒也不叫VIOC 好像有點像泰昂代理的那種感覺 原廠授權的 真槍授權 M18啦 比較短版的 所以等一下來設看 我前面的一個 跟IDPA的拔指一樣的 在我們現在就畫面這個 這個 大小是一樣的 然後一樣是打 就兩發胸 一發頭 那 就大家看吧 因為現在沒有時間 在做細部的 調整或檢討 所以 可以 或是打光 所以我就想說先試試看 趁現在有放假 白天 趕快把槍的那些狀況 先了解一下 那我設我VIOC的M17 那比較大吧 那 可能我覺得不符合 IDPA的SSP標準版 標準 標準組的規定 好來吧 唉唷 沒放好 有一顆進去了 這個 這個好像 新的 好像卡進一點 來吧 距離大概是五公尺 五公尺 兩塊球 可以把頭 看不到手 就硬直板 這是拔指 來 先打開 預備 預備 坐 哎唷有打算耶 預備 坐 來 坐 坐 快跑 快跑 上花田有 GO GO 學生日目 好像都偏右耶 希望不要拿到準心 罩沒需要起來了 不然就封 封了一下 封一下是好像 我感覺是這樣子 上次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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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先救我 GO 好 好 很好聽 我覺得很喜歡這個聲音 有點鋁喔 但是又有點片金屬 好 看一下吧 這個是剛剛我打的5公尺的範圍 我看一下 剛好先做30公尺的歸零 彈道 應該說彈道上下沒有說真的左右來歸零 胸這邊啦 好像 看得出偏右 偏右 1 2 3 那是2啦 兩發胸 這兩個彈匣 這邊的話 這邊出來的話 1 2 3 4 5 6 7 7顆 7顆出來7顆 我看一下 8 9 10 11 12 13 13 我們看兩發胸 一發頭是3 然後後面這應該就26 所以總共39發 39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個彈匣大概21發 所以剛剛兩個彈匣 所以都就是偏右 然後這邊的話 右 下 這邊我比較快速射擊 也會不太準 我覺得還好 但是這邊我頭有在等 這都出來了 好吧 再試音看看吧 好 先到這邊 拜拜